大家好,我是小师妹 我们这一期来分享一款非常简单的梳口手拎带 选用五股精输棉以及3.5毫米的勾针 接下来我们开始编织 首先,索边起针,左手持线 然后将勾针放在线的下方,向内绕一圈 接着将线勾出 起针完成之后,接着编织25个锁针 锁针的链条编好之后 接着返回倒数第三个锁针 然后呢,在锁针的背面,条里删的一根线 在这里呢,编织三个长针 接着后面呢,继续按顺序编织 一直勾制到第二个锁针的位置 一共编织21个长针 中间的这21个长针完成之后 接着我们在第一个锁针上编织6个长针 在锁针上编织6个长针 第二个锁针 颂盖 你要更损的 预备 织1个长针 这么多只能触及到一个锁针 大概是因为他需要一可 将隔织2个长针 最能够的行为 这个长针完成之后 接着转到对面 后半部分呢继续 对应前半部分的帧数 同样是编织21个长针 另外一侧的这21个长针完成之后 接着我们在最后一针上 编织三个长针 最后呢在第一个长针上 编织一个引发针 这一圈一共是编织 54个长针 接着编织第二行 首先锁两针 然后呢在第一针上增加一针 编织两个长针 接着第二针和第三针 同样是增加一针 各编织两个长针 之后呢继续按顺序编织 一共编织21个长针 中间的这21针完成之后 接着我们在转角的这6针上 各增加一针 一共编织12个长针 12个长针完成之后 接着后半部分继续编织21个长针 一共编织21针完成之后 接着我们在最后的这3针上 各增加一针 一共编织6个长针 最后呢在第一针上编织一个引拔针 最后呢在第一针上编织一个引拔针 接着编织第三行 首先锁两针 然后呢在第一针上编织一个未完成的长针 接着将线一次性勾织一针 这样呢编织一个两针并一针 接着锁一针 然后在同一个位置 再编织一个两针并一针 接着后面空出两针 然后下一针编织一个两针并一针 接着锁一针 然后同一个位置 再编织一个两针并一针 之后呢继续重复这个画样编织 这样呢环形编织一圈即可 第三行完成之后 接着我们在开始的第一针上编织一个 引拔针 接着编织第四行 首先在后面的锁针空隙处 编织一个引拔针 接着锁两针 编织一个两针并一针 接着锁一针 然后在同一个位置 再编织一个两针并一针 接着在第二组画样 中间的空隙处 编织一个两针并一针 接着锁一针 然后在同一个位置 再编织一个两针并一针 之后呢继续重复画样编织 一直勾织到第十五行即可 第十五行完成之后 接着编织第十六行 首先锁两针 然后呢按顺序 在每一针上各编织一个长针 一共编织六十八个长针 第十六行完成之后 接着将线剪断 然后隐藏一下线头的部分 主体的部分完成之后 接着我们来编织抽绳的部分 首先锁边起针 左手吃线 然后将钩针 放在线的下方 向内绕一圈 接着将线勾出 然后呢将其中一根毛线取下 然后将这根线 放到钩针的上面 接着将线勾出 后面呢继续重复编织 一直勾到需要的长度即可 抽绳的部分完成之后 接着我们将它穿到主体上 对右边看到了 如果用钩钩紫来ion 就好好让它放在轨 勾进行 接着我们再次 用钩钩钩 然后在当骨钩 我们都俩盖成上 或者过来 但是我们儿童的 放在彼宫 对你们 就是发生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接下来我们在抽绳的两端固定珍珠的部分 抽绳的部分完成之后 那我们这款漱口袋就做好了 本期的内容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